台大政治系邀請前行政院長江儀化演講 卻遭上百名學生突如其來衝進現場 逼得江儀化只好被迫終止半途搭電梯離場 江償包圍抗議不斷 台大綠衛兵事件越演越烈 但爆發後延燒至今 同和台大爭議沾上邊的吳元校長管忠敏 這次卻默不吭聲 不只傳出人在國外 就連臉書更新也停留在12月10日 和民進黨前主席施明德出席活動畫面 管忠敏沒有對這個事件發表談話 我在想他可能認為他現在不是台大的校長 所以他的身份角色不適於來講話 身為台大吳元校長管忠敏沉默不語 反常選擇低調不回應台大綠衛兵鬧場事件 措施時機回擊民進黨 如果說能夠再借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麼展現他治理一個大學 治理台大面臨各種奇奇怪怪的 或是各種危機或是各種事件的時候 他的處理應變的能力 我覺得這個他會獲得更多的社會的 還有更多的台大的師生的支持 戰異化事件凸顯政治力 介入校園的嚴重性 身為台灣最高學府的準校長 管忠敏的沉默也讓支持他的力量感到灰心 記者在曹晨 陳馨怡台北報導